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到错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扫开进口多受进化 进化就是说 譬如说做十件事情 或许他两件做对 八件做错了 希望我们注意到他所做对的两件事 去赞赏鼓励他 那八件做错呢 怎么去帮助他慢慢的一点一点去改变 所以这样我们就比较积极主动 有专业 有礼貌的 在工作互动的时候 看到怎么鼓励对方 肯定对方 然后用这个品格的字来去赞赏他们 第三就是接纳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长短处 我们的手指头 五个手指头 每一个都是有长短的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配偶 都有他们的长短处 所以我们要学习接纳他们 怎么帮助他们在那样的状况当中 来去接纳他们 然后从现在这个光景 帮助他们往下一步往前改进一步一步 不能够期待一步登天 所以接纳的时候就说 我在听你说 你可以说我在聆听 我很尊重你 你是对的 那我理解了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那你是怎么想呢 这样子就代表你的接纳 第四个 真诚 你刚刚讲了 你一定要诚恳所赞赏的 不要是虚伪的 不是假冒伪善的 比如说 如果我们是这样做 或许我们是这样想 那你的真诚的反馈 对我是非常的欣赏跟很受感激的 就把正面的 真诚的去表达你的看法 而且是一致的 要讲得出 要做得到 不要昨天讲一句 今天又反过来了 所以要言行合一 要非常的真诚的讲出来 而且呢 真诚的时候 不只讲到自己的利益 也要讲到对方的利益 跟对方的目标 而且是大体上 整个团队的利益跟目标 这样子呢 就能够更成熟的 能够帮助大家 能够克服当中有任何的压力 最后的肯定的方式呢 就是道歉 前面也提到了 当我们谦卑 谦虚的时候 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责任 愿意说对不起 我错了 我刚讲得太快了 我想了 误会你的意思了 对不起 请你 可以 听我再解释一下吗 这样他们就会更愿意聆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